1991年1月17日凌晨 巴格拉的夜空突然被撕裂 橙红色的爆炸火光窜向高空 防空炮的夜光弹像失控的萤火虫 在黑暗里画出杂乱的湖泻 CNN的战地记者把镜头架在酒店阳台 将这一切实时传向全球 数亿人坐在电视机前 第一次同步围观一场战争 观众看到的是炮火与硝烟 却看不见镜头之外那套精心编排的战争剧本 从凌晨3点06分 第一架F117突破防空网 到3点15分 第一枚战斧导弹钻进发电站 再到清晨6点 B-52编队在高空投下钢铁暴雨 每一步行动都精准卡在时间节点上 像一台精密运转的机器 这场被称为沙漠风暴的行动 不只是一次军事打击 更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开幕式 他第一次让全世界看到 战争可以不再是人海战术 火力堆砌 而是靠一套完整体系 把隐身精准打击 信息指挥 凝成一股绳 实现降维打击 开战前 萨达姆为他强大的防空体系 起了一个充满底气的名字 钢铁之王 他确实有自信的资本 伊拉克拥有约4000枚防空炮 涵盖从23毫米速射炮 到100毫米高射炮等多种类型 还配备了数百部覆盖低空到高空 全频段的雷达 其中包括P-18远程警戒雷达 S-75制导雷达等 更令一军引以为傲的是 他们来自苏联的全明星导弹之中 SA-2盖德莱 负责中高空拦截 射程30公里 射高27公里 曾在越南战争中 击落过多架美军战机 SA-3阿国 针对中低空目标 射程25公里 射高18公里 擅长打击低空突防战机 SA-6根幅是机动式中进程导弹 射程25公里 射高10公里 采用冲压发动机 反应速度比SA-2快三倍 而SA-8B虎作为进程防空导弹 射程12公里 射高6公里 以车载机动方式部署 被称为最后一道防御墙 伊拉克的防空军官 在战前采访时毫不讳言 我们的防空网 比越南战争时期密集十倍 美国人若敢来 必将重演 和内上空的火网采举 这番话并非虚张声势 越战中 美国因防空导弹 损失了近2000架飞机 而伊拉克每万平方公里 部署12部导弹发射架的密度 达到当年越南的三倍以上 美军内部推演 同样印证了严峻形势 若采用无电子干扰 无隐身突防的传统轰炸模式 硬闯这张钢铁之网 第一天就可能损失 80至100架战机 伤亡数字将直逼越战水平 因此美军面临的核心问题 并非能否打赢 而是如何以最小代价 撕开这张密网 如果第一波攻击 就撞得头破血流 那么后续整个沙漠风暴行动 都将无从展开 解决破网问题的第一招 是F117夜鹰 但这一次 它不再是第十几里 那个单打独斗的隐身主角 而是化身为 整个作战体系中的开门钥匙 1月17日凌晨3点06分 八架F117 从沙特阿拉伯的 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悄然起飞 他们中高空掠过伊拉克边境 凭借近0.01平方米的雷达反射面积 这些黑色机身 如同幽灵般 成功躲过了导弹雷达的扫描 他们的任务目标非常明确 精准摧毁巴格达周边的六个雷达站 其中包括两个P-18远程雷达站 以及两个负责协调SA-2 SA-3和SA-6导弹部队的防空指挥所 这些节点 正是钢铁之网的神经中枢 一旦被敲掉 整个伊拉克防空体系 就会陷入瘫痪 变成瞎眼的巨人 代号Bandit-142的F117飞行员 后来在回忆录中 细致描述了攻击过程 我们每架飞机 携带的是GBU-10激光制导炸弹 每枚重量打907攻击 我们瞄准的是 雷达站控制室的通风口 炸弹从3000米高度投下 精准穿入通风道 在室内引爆 整个雷达站的电子设备 瞬间被烧毁 方圆30公里内的SA-6导弹 从那之后 再也未能发出任何制导信号 在不到一小时的时间里 F11机集群 无声无息地完成了所有打击任务 没有一架被侦测到或遭到拦截 等到伊拉克防空部队 依靠目视发现爆炸 试图调整雷达部署时 美军的后续机群 早已沿着F117撕开的缺口汹涌而入 F15C挂在AIM-120中矩导弹 负责夺取制空权 F16C携带GBU-12炸弹 全面打击地面目标 EA-6B徘徊者电子战飞机 则发射ANALQ-99干扰吊舱 彻底压制残余雷达信号 必须明确的是 F117的核心价值 并不在于它摧毁了多少个目标 而在于它隐身这一关键能力 为整个作战体系打开了安全的入口 它不是孤单英雄 而是体系运转中不可或缺的第一环 没有这把钥匙 后续的B-52机群 战斧导弹都可能暴露在 SA-6的有效射程之内 沦为防空火力下的火把子 F117成功撕开防空缺口后 被誉为巨锤的B-52H 同温层堡垒正式登场 这款自1961年便开始服役的老轰炸机 在沙漠风暴中 扮演了一个出乎意料的角色 它不执行精确打击 而是专攻心理震慑 每天清晨6点 由三架B-52H组成的编队 会在一万米高空巡航 这一高度巧妙地避开了 SA-2防空导弹的最大射程 每架B-52H可携带24枚MK-82D组炸弹 每枚重227公斤 内含87公斤TNT装药 它们采用密集投弹模式 三架飞机一起骑射72枚炸弹 覆盖范围达1.6平方公里 相当于220个标准足球场 炸弹落地时 不仅形成连续爆炸 冲击波超压值更可达0.15兆帕 就连30公里外的伊拉克士兵 都能感到地面震动 耳中持续功名 一名被俘的伊拉克陆军中尉 战后回忆道 第一天早上 我看到沙丘后方的天空 突然变成成橙色 紧接着就是一连串 咚咚咚的爆炸巨响 沙尘像海浪一样拍打在我们的头盔上 我们整夜不敢合眼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 下一波轰炸什么时候来 看不见飞机 只能听见声音 这种未知的恐惧 比炸弹本身更令人绝望 美军战后统计显示 在B-52实施轰炸的区域 伊拉克士兵的投降率 比其他地区高40% 许多人并非被炸弹直接摧毁 而是被那种无处可逃的 持续震动与轰鸣 彻底磨灭了战斗意志 更重要的是 B-52与F-117共同构建了一种 全新的作战范式 精准加火力的双重奏 F-117如手术刀 精密切除防空网络的中枢节点 B-52则如重锤 以饱和轰炸覆盖大面积战场 物理摧毁与心理压制 双管齐下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 两种截然不同的打击方式 被系统性的整合于同一战场 共同服务于破网和震慑的作战目标 如果说F-117是近距离的开门钥匙 那么BGM-109战斧巡航导弹 就是名副其实的远距幽灵之手 它能够跨越数百公里 贴地飞行 阅读地图 最终精确钻入敌人心脏 1月17日凌晨3点15分 美国海军圣哈辛托号巡洋舰 发射了第一枚战斧Block-2导弹 该型导弹长6.25米 一展2.67米 采用涡扇发动机 加固体火箭推出器 最大射程达1300公里 飞行速度为0.7马赫 约合每小时850公里 其核心优势在于采用了 Torcom地形匹配导航系统 导航内部预存了从发射点 到目标的高精度数字地形数据 精度可达10米 飞行过程中 弹载雷达以每秒一次的频率 对下方地形进行实时扫描 并与预存的数据对比 一旦出现偏差 例如偏航50米 自动驾驶仪便会立即修正航线 确保导弹始终沿预设路线飞行 巴格达居民最初听到的是一阵 类似小型螺旋桨飞机的轰鸣声 这是涡扇发动机特有的噪音 还有人误以为是民用飞机失事 可几秒之后 轰鸣声骤然消失 表明导弹进入末端府中 紧接着 传来大楼轰炸的震天巨响 第一枚战斧精准钻入了 伊拉克通信部三楼的窗户 彻底摧毁了整个通信中枢 而旁边的居民楼仅受到轻微震动 开战前三天 美军共发射了288枚战斧导弹 命中率高达85% 即有245枚成功命中目标 这些导弹重点打击了巴格达市区的政府建筑 包括总统府 通信部和国防部 伊拉克西部的导弹发射井 尤其是SA2和SA3的固定阵地 以及底格里斯河上的关键桥梁 以切断一军的后勤补给线 这些导弹如同幽灵一般 从地平线之外突然袭来 没有预警 毫无规律 使伊拉克军队陷入了不知威胁 从何而来的深度恐慌 一名伊拉克防空士兵在日记中写道 我们只能对着天空盲目开枪 却连导弹的影子都看不到 除了等待爆炸 我们什么也做不了 沙漠风暴行动中最关键的秘密武器 既不是F117 也不是战斧导弹 而是一套被称为隐形指挥系统的信息网络 它真正实现了战场透明化 让美军能够像下棋一样 精准掌控每一步 这套系统的核心 是两款功能强大的空中指挥战 首先是E3A望楼预警机 它的最大探测距离高达500公里 可捕捉高空战机目标 对低空巡航导弹的探测距离 也达到300公里 能够同时跟踪600个目标 并指挥30架战机协同作战 在1月18日的实战中 一架E3A在沙特北部空域 发现了8架伊拉克米克29战机 正在升空 立即通过Link-16数据链 将目标坐标 飞行速度1.2马赫 航向270度等高进度信息 传输给附近的6架F15C战机 F15C在未开启自身雷达 以避免暴露的前提下 依靠E3A的远程引导 于20公里外发射AIM120导弹 短短三分钟内就击落了5架地机 己方无以损失 其次是E8A联合星战场监视机 它搭载ANAPY3相控阵雷达 能穿透云层和沙尘 对地面坦克的探测距离为250公里 可清晰区分坦克、卡车和火炮等目标 定位精度达50米 开战前24小时 E8A就对科威特境内的萨达姆防线 完成全面扫描 探测到2000余辆坦克与装甲车 并制成每15分钟更新一次的动态地图 实时传输至美军地面部队和轰炸单位 1月20日 E8A发现伊拉克第三装甲式的坦克集群 正在沙漠中机动 随即锁定位置 引导4架F16C投下GBU10炸弹 20分钟内摧毁35辆坦克 一军甚至未能组织有效反击 太空中的卫星系统 也为信息优势提供了关键支撑 GPS卫星为战斧导弹和激光制导炸弹 提供精度10米的定位服务 确保复杂地形中不偏离航向 KH11所眼侦察卫星 每日两次飞越巴格达 拍摄分辨率达0.3米的高清图像 用于精准评估轰炸效果 国防通信卫星DSCS则实现了E3A E8A地面指挥中心和航母战斗群 之间的实时数据共享 传输速率达1.5兆 正如一个形象的比喻 美军在沙漠风暴中 实现了从传感器到射手的完整闭环 从发现目标到传输数据 再到发起攻击 整个过程最短仅需15分钟 而同一时间 伊拉克军队仍依靠对讲机喊话 和手工标图完成指挥流程 完成一轮类似决策平均需要两小时 这才是海湾战争中美军真正的外挂 信息优势 伊军眼中只有局部战场 而美军俯瞰的是全局棋盘 一方仍依靠其余指挥 另一方以依托数据链实现实时同步 这种信息代差比纯武器代差更为致命 沙漠风暴的第42天 成了战争代差最直观的展示 一边是伊拉克军队的二战式打法 一边是美军的信息化体系作战 结果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伊拉克军队的部署思维仍停留在冷战初期 坦克在沙漠中排成冗长队列 间距仅50米 为做任何伪装 完全暴露在美军卫星和E-8A的坚持之下 士兵蜷缩在简陋战壕中 仅依靠人工目视观察预警 缺乏雷达与红外探测设备支援 防空导弹如SA-2、SA-3等 全部固定于预设阵地 无法机动转移 被F-117轻易定位并摧毁 开战首日 伊拉克在科威特境内部署了4200辆 以T-72为主的坦克 构筑其所谓的萨达姆防线 然而这些坦克没有数据链系统 通信完全依赖传统对讲机 在美军1A-6B电子战飞机实施频段干扰之后 整支装甲部队顿时陷入瘫痪 但坦克手既无法确定有军位置 也无法辨识敌军动向 彻底沦为瞎眼的铁疙瘩 美军则完全不同 第一步 F-117敲掉防空网 战俘导弹摧毁指挥中心 E-3A夺取制空权 第二步4-10天 B-52轰炸阵地 E-8A引导F-16打击坦克集群 切断后勤补给 第三步11-42天 地面部队第101空降师 第7装甲时发起进攻 几乎没有遇到有效抵抗 战争的节奏快的惊人 开战三天 伊拉克防空体系失效 90%的雷达站被摧毁 第七天 萨达姆防线的坦克被摧毁1800辆 占总数43% 第21天美军完全夺取科威特的制空权和制地权 1991年2月28日 萨达姆宣布无条件投降 沙漠风暴行动结束 军事学界普遍认为 沙漠风暴并非冷战的中取 而是信息化战争的开端 它清晰表明 未来战争的决定因素 不再是武器数量或士兵数量 而是体系完整性与信息传递速度 透明化 外科手术化 自此成为冷战后现代战争的全新标签 沙漠风暴行动结束后 全世界都在深入研究其深远影响 它不仅革新了军事理论 也重新定义了未来战争的规则 F117的实战表现 使隐身能力等于生存能力成为共识 推动俄罗斯启动苏武器 中国研发歼20 欧洲推出台风隐身改进型等新一代战机项目 精确制导武器在沙漠风暴中 虽然仅占弹药使用总量的8% 约2.3万枚 却摧毁了70%的重要目标 此后各国大幅增加相关投入 至2003年伊拉克战争时 精确武器使用战比已升至68% 战斧导弹以1300公里的射程和85%的命中率 重新定义远程打击标准 成为大国对标对象 俄罗斯的口径 与中国的长箭矢等巡航导弹系统 均明显受到其设计思想和作战概念的影响 传统上陆海空三军独立作战的模式被彻底打破 美军在此次行动中成立中央总部联合司令部 实现跨军种统一指挥 陆海空天电一体化协同成为现实 此后多国推进军事体系化改革 俄罗斯合并空军与防空军成立空天军 中国实施战区制改革 其核心逻辑均源于沙漠风暴所验证的联合作战理念 CNN对战争的实时直播吸引了全球15亿观众 使公众首次通过动态画面见证战场 而不仅依靠文字报道 数据显示超60%的美国民众通过电视获取战况 传统报纸战争报道阅读量下降35% 这种即时传播彻底改变了公众与战争的关系 夜市仪拍摄的绿色战场 如F1A1坦克夜间推进的热成像画面 F16战机的绿色低空剪影 成为现代战争的标志性视觉符号 这种冷静科技感的视觉叙事 改变了人们对战争的认知 从血腥肉搏转向精准的技术对抗 甚至影响使命召唤 黑鹰坠落等文艺创作的视觉风格 沙漠风暴也深刻影响了流行文化 沙漠迷彩元素服饰销量在1991年下半年增长200% 战斧导弹和F117模型成为年度最畅销玩具 甚至出现同名摇滚专辑 它不再仅仅是一场军事行动 更成为信息化时代开端的文化符号 渗透至大众生活的多个层面 沙漠风暴最核心的遗产 在于它彻底打破了冷战时期 以核威慑加大规模装甲集群为主导的战争思维 在此之前各国军队的备战逻辑仍停留在数量比拼层面 无论是苏联计划部署的5万辆坦克构成钢铁洪流 还是美国提出空地一体战的理论 本质上仍是火力与规模的对抗 而沙漠风暴用实战证明 未来战争的核心是信息主导加体系协同 谁更快掌握战场信息 更高效整合多军种资源 更精准打击关键节点 谁就能以更小代价赢得胜利 军事学家约翰基根在战争史中写道 沙漠风暴不是冷战的尾声 而是信息化战争的真正开篇 他像一把尺重新丈量了现代战争的标准 从这时起 透明化战场 外科手术打击和联合作战 不再只是军事演习中的理论概念 而是各国必须落地的实战要求 这一辗转 直接影响了之后30年的军事发展 美国于1992年推出信息战战略 将国防预算的20%投入信息系统建设 俄罗斯在2008年军事改革中 组建空天局 重点强化信息侦察加精确打击能力 中国的战区制改革 也同样以联合作战 信息共享为核心目标 这些变革的源头 都可追溯到沙漠风暴所展示的 信息化体系作战逻辑 聊完沙漠风暴的深远影响 不妨一起来思考两个深刻的问题 如果没有信息优势和精确制导武器 这场战争会不会变成第二个越南 要知道伊拉克的防控密度 达到每万平方公里12部导弹发射架 是越南战争时的3倍 SA-6导弹的反应速度仅为8秒 比越战时的SA-2快3倍 倘若美军仍沿用越战时期 无电子干扰 无隐身突防的传统轰炸方式硬闯 首日战机损失很可能突破百架 伤亡也将急剧上升 可以说信息整合与精确打击 正是美军避免陷入越南是泥潭的关键 更进一步想想 沙漠风暴的胜利 但的精准还是靠那套看不见的信息化指挥体系 有人强调 没有F117敲开缺口 后续行动无从弹起 也有人反驳 若没有E3E8的指挥协调 F117只是骨头苍蝇 战俘也可能偏离目标 而这恰恰体现出体系化作战的精髓 F117的突防 战俘的远程打击 E3E8的指挥 如同精密咬合的齿轮 缺一不可 共同构成降维打击的合力 你更认同哪种观点 在你看来 沙漠风暴中还有哪些容易忽略的关键细节 比如电子战飞机的真实作用 后勤保障如何支撑高强度作战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见解 喜欢本期内容 请别忘了点赞与订阅 下期我们要把镜头从战场转回美国本土 冷战结束 敌人没了 预算被砍 庞大的军工帝国 不得不经历一次雪与火的大喜来 那就是美国军工巨头的大整合 我是Rin 下期见